那么我想呢 第一个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 北京的疫情已经控制住了 那我这样说呢 我说有依据啊 他每天新诊断的报告病例啊 不等于是新感染的 不等于是新感染的 那么我们对 昨天报告21例病例 我们对他的发病时间来分析 那么大部分的话呢 在几天以前就出现发病症状 那么从感染到发病 还有一段时间 那么你这样推算的话呢 这21个人 基本上都是在 6月12号以前发生的感染 发生的感染 他有三个时间点 感染的时间点 发病的时间点 诊断报告的时间点 那如果我们把 病人的 发病时间再做一个曲线的话 那和你们记者才 每天通过报告的那个呢 这个做的曲线 他就不一样了 他就会往前移 那么往前移呢 现在呢 高峰呢 是发生在 6月13号 6月13号 那我说控制住了 你们的理解说呢 是不是明天就没有病人报告了 不是这个概念 明天后天 相继还会有 报告病例出现 那么这些报告的病例 也都是对 机网感染的病例的 一个检测发现的过程 它不是新感染 新感染只是零星的 只是零星的 那我说控制的话呢 不是说明天后天就变成零了 它这个曲线的话呢 还会的话呢 延一段时间 它病例数呢 会越来越少